欢迎您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是用Podcast收听的话 这一集要给我五星有点难 因为又是要讲一大堆中华职棒的数据 好那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球队在落后的时候呢 这个谁的打击表现 厉害 谁的打击表现 在球队落后的时候呢 就往下掉 那因为我们在之前呢 先分享了这个球队领先时候的 一个打击表现 那陈杰线 在领先的时候最擅长补刀 那另外呢 陈庸基也很厉害 那陈辰威 反而就是在这个球队领先的时候呢 这个打击表现呢 是有点手下留情 所以很巧 三个都姓陈 那我们这一集节目来看看呢 球队在落后的时候 那球队有领先啦 有平手有落后 之前看领先呢 我们今天来看落后的时候呢 谁打得最好 那谁呢 一落后就越打越心急 那我们一样啊 是先从这2020年 打习数 足以进入到排行榜的 这18位英雄好汉来看 先看落后 没得怕啦 谁打得最好的 前五名 第五名 原队的林立 林立啊 在球队落后的时候 打击率也还是高达了 三成四六 那林立其实他各种打击状况 领先平手落后 都打得很不错 很厉害 第四名 也是原队的选手是陈俊秀 陈俊秀是三成四八 比林立的三成四六 还要高一点 那 但陈俊秀 2020年比较特别 他唯一超过三成的打击率 反而是在落后的时候 领先 平手 都没有打好 第三名呢 是向队的 江昆宇 江昆宇是三成五七 那我在想 有没有可能是 球队落后 球队落后的时候呢 那江昆宇 大部分都安排在 比较后段的棒次 那投手就变成说 反正我就跟你对决 那江昆宇也是安打型的选手 所以呢 反而在这时候呢 就占了优势 这是在江昆宇的部分 第二名 也是原队的选手 朱玉贤 朱玉贤呢 是三成六二的 球队落后的时候 他是三成六二的打击率 那他其实跟林立一样 三项都非常非常平均 其实没有 太大的一个落差 非常棒 第一名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落后的时候呢 打得最好的 第一名是 向队的 王威成 王威成呢 高达了三成七一 那王威成呢 其实他跟林立 还有刚才提到的朱玉贤 其实都很像 都是 不管领先也好 平手也好 落后也好 这三项 都打得很平均 而且都是 不是说平均的不好 都是平均的高水准 好 这是在 这十八位选手 这个落后的时候 打得最好的前五名 接着我们紧接着 马上就来看呢 落后的时候呢 有些选手就感觉 你好像觉得 他越打越心急 越打越不好的 第五名 原队的林宏玉 林宏玉是两成七一 哇 他这个两成七一 比他平均的 三成一二的 年度打击率低很多 所以小胖这个部分呢 稍微调整一下 注意一下 哇 应该更猛 第四名 邦邦的高国辉 那高国辉是 落后的时候打击率 降到两成六七 那他的数据的一个趋势 这三种分布 跟小胖蛮像 第三名 也是邦邦的 林毅全 林毅全是两成六六 所以这会不会是 大家讲邦邦 节能减碳的原因 就是落后的时候 大家好像 耐性就比较不够 那当然这有待观察了 好 第二名 我们这个第二名 这个名次跟刚才不一样 这越前面是越不好 越前面越不好 第二名是相对的张志豪 哇张志豪落后的时候 打击率多少 第一道真的你会吓一跳 两成三七而已 如果他这一个项目的打击率 我们纯粹讲打击率 数据高一点 全年他的平均打击率 一定超过三成 但没差了 还是加薪嘛 恭喜啦 第一名 原队的郭炎文 郭炎文呢 今年当然打击表现 算是生涯一个 比较低的一个状况 那他在球队落后的时候 打击率呢 哇 居然荡到只有两成二五 这也告诉我们 心急 吃不了热汤圆 热馄饨 急也没用 好 那我们一样 刚才是讲到这个 达到规定打击数 那我们一样 放宽到年度 至少要打250个打击 看看有什么 比较特别的地方 一样先看好的 就是落后的时候呢 Botekiana越打越好的 是喵喵的郭富林 哇 郭富林三成七七啊 比刚才讲到的 王威城的三成七一 还要来的高 哇 这真的很可怕 另外呢 打不好 我们刚才讲的是 打好的是郭富林 打得不好的 最心急的 也是喵喵的选手 林又乐 只有不到两成 所以林又乐这部分呢 其实有 我觉得补手这部分 我补充一下 有这种可能性 他关系到的 不是他自己的成绩 球队落后的时候 表示那天可能 投手也投不好 投手投不好 补手的心理负担也大 打起来 特别不好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值得来注意 好了 那 18位进入到 打击排行榜 跟20位 至少有250个打击的 加起来38位选手 他们在领先 落后平手 三种状况 这三种状况之下 唯独就是落后 打得特别差的 还真不少 所以这很人性 也很值得去改善 除了前面提到的 林鸿玉 高国辉 林艺权 张志豪 郭彦文 林又乐 这六个人之外 另外还有 苏伟达 高国林 范国成 林又颖 申浩伟 你会发觉 捕手还蛮多的 所以捕手 球队一落后 投赶就没得胜 所以真的是要替捕手 多讲几句话 坦白讲 他们的工作负担 从这些数据 多多少少也看出 其实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好 那刚才讲到 这11位选手 后面还补充了 苏伟达 高国林 范国成 林又颖 申浩伟 以后这11位选手 明年落后的时候 不要心急哦 深呼吸 慢慢来 这11位选手 如果真的啦 在球队落后的时候 能够更沉得住气 那应该对他们 个人也好 团队也好 应该都会有 不小的一个帮助 但是这11个人 另外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很多都是 大棒子 也就是说 会不会球队 比如说落后的比较多 好吧 这时候球个人表现 打支全雷打 犒赏一下 今天到场的球迷 如果说能够 或者想打全雷打 而降低的打击率 那如果真的有打出去 就比如说 打击率挥空率高了 但是换几支全雷打回来 滑得来 但如果 我相信这数据 球队球员都查得到 你一查发觉 打击率也下降 全雷打也没有 因为这样子的增加 那就亏大了 那就不值得 那还是平常心比较好了 不过 这一集 我最后做一个 小小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 即使仔细想想 前面我们讲到的 领先的补刀 今天讲到落后的 不管你心不心急 另外还有下一集 要讲到的平手 这三重状况来讲 最值钱的理论上 还是平手的时候的打击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领先是这样 领先一分也是领先 领先十分也是领先 那今天谈的是落后 落后一分的打击表现 跟落后十分的打击表现 意义应该还是不一样 落后十分 坦白讲都已经 算是垃圾时间消化比赛 但是你如果只落后一两分 或只领先一两分 跟大比分的差距 绝对是不一样 但是平手 不管是开赛的0比0 或者比赛中后半段 变成平手 哇 那个打击 扎扎实实 应该价值性就会比较高 所以我也把 平手打击时候的一个表现 好跟坏这部分的分析 流到压箱宝 因为平手的时候 总不会有人什么刷数据 那真的是叫 真枪实弹的打击表现 好 那我们到时候呢 在第三集 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 再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跟分析 我是团长参谜提 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三集 看看谁 平手时候的打击表现最好 另外 还会特别分析 吴东荣 吴东荣其实真的蛮厉害 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